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 会议公告紧接着宣布 中共当局将会重点关注七项改革决定 其中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特别的引发外界关注 有分析指出 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将高层的实权收回到自己手中 正式改变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为垂帘听政而设立的常委分权制 江派的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被彻底解体 被外界称为如地下党般秘密召开的 中共三中全会12号终于闭幕了 会议公报摘要宣称 中共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确保国家安全 有分析指出 中共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 是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 非常需要一个国安幕僚机构 可以直接提供整合、国防、外交、反恐、 维稳等重大事务的能力与建议 原来政法委至少在名义上是党的系统 现在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想冒用国家的名义了 但是实际上因为是党的三中全会决定的 所以以国家名义出面的这个委员会 实际上还是党的委员会 因此与其说他要保护国家安全 还不如说他要保护中共的统治 另有分析指出 习、李、变革在力抱中共统治的前提下 与前党魁江泽民集团短兵相接 三中全退后 中共将进入全面公开厮杀的状态 中央和地方诸侯 江派和习近平阵营的冲突将日趋白日化 江泽民下台前把最高层的权力分散到了 各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手中 以此来制约胡锦涛和温家宝 继续维持自己垂帘听政的角色 这次的三中全会 习近平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中央全面深化给个领导小组 这两个高层的权力机构 把最高层的实权收回到自己手中 正式改变了江泽民设置的 常委分权制的高层权力结构 江派第二权力中央被解体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指出 江泽民通过政法委控制中国的公安 法院 检察院 国安 武装警察系统 实际上是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 而为了迫害镇压法轮功成立的610秘密机构 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 教育 司法 国务院 军队 卫生等资源 1999年6月10日 江泽民在政法委的基础上 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610 专门用于打压法轮功 外界评论 这个法外授权的临时性组织610 如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 而610从根本上彻底逆转了 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 赵紫阳和乔石等 在文革后对民主和法治的努力 也将中共的法治倒退为江泽民一人独裁的人制 中共此次所组建的国安委将负责情报军队外交公安等任务 正在取代江派政法委的作用 因为从江泽民掌权时代起 政法委书记高调成为政治局常委 一直延续到习近平的上台 夏小强指出 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法委书记 一般都同时间任当地610办公室负责人 这样一来 中央分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的实权 比其他常委都重要 而江系为了避免因迫害法轮功遭到大清算 最大的举动就是紧抓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个位置不放 中共十八大前夕江泽民以及紧跟江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计划将第二权力中央的继承人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推进中共最高权力层 并策划2014年通过政变 让薄熙来替代习近平 这一计划被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打破 房立军去年年末叶桃美领馆寻求美国政治庇护 虽以失败告终 却令薄熙来下台受审